非常感谢大家,请大家坐下 这是多么荣幸啊 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你们谈谈包奖法则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希望你们把下面这五个或者十个关于包奖法则的关键词写下来 正像是俗语所说的 一只短的铅笔比一个长的记忆更好 所以我希望你们拿出一张纸,一只笔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事情 一些确实被我的人生带来难以置信的结果的事情 我对智慧有着强烈的执着 那是我的执着 我渴求得到智慧 有人说,是什么赐予你如此多的智慧呢 那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愚蠢的事情 智慧决定着你的决定 决定创造季节 如果你走进明天的时候 手里掌握的信息和今天一模一样 那么明天就只会和今天一模一样 那意味着你没有未来 你有的只是一个更漫长的今天 人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智慧 贫穷和富有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智慧 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 如果上帝希望我有钱 他会把钱给我的 我用同样的逻辑回答他说 如果上帝希望你今天梳头发 他已经帮你说了 一个人说金钱不会让你快乐的 我说贫穷和无知也不会让你快乐 那不是金钱的目的 你的耳朵不会说话 但你还是把它留在你的头上 是吗 因为事物的功能是不同的 好了 现在请各位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我们在谈褒奖法则 这个世界是被法则所管制的 推广法则说 只有那个我跟随的人才会推崇我 想象法则说 我会朝着我想象的事情迈进 有经验的赛车手们在驾驶赛车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往防撞墙上看的 因为他们知道你的眼睛看着什么 你的思维就会操纵你向哪里前进 上帝已经给了你一个想象自己想要什么的能力 如果你去想象的话 你身体内的所有机器就会团结合作 共同产生你所想象的事情 那就叫做想象法则 今晚的稍后时间 我会谈谈褒奖法则 现在我希望给你们一个简单的回顾 因为它改变着我的人生 这是难以置信的 褒奖法则的基础是 在生命中 不被褒奖的事情是不会被庆祝 生命中任何不被庆祝的事情就不会被褒奖 任何没有奖励的事情就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中 让我重复一遍 在生命中 不被褒奖的事情将不会被庆祝 生命中任何不被庆祝的事情将不会被奖赏 任何没有奖赏的事情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中 无论是对于你的妻子还是对于你的狗 任何没有奖励的事情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中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是未来被庆祝的 让我谈谈另外一些事情 我一直想要一名能干的经理 有一天我苦苦的思索 究竟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经理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那不就是马蒂 我很奇怪 马蒂 他只不过是我的秘书 这个声音说 不是的 他是你的经理 只不过你把他安排在秘书的位置上而已 但他应该是你的经理 你没有把他看作是你的经理罢了 我把他安排在经理的位置以后 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的做到了 我曾经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尝试把我的房子卖掉 却没有人买 我喜欢有水的地方 例如在湖边 我喜欢有流动的水 在我心目中 我想住在湖边 或者能够看到山景之类的地方 但是我的旧房子却卖不出去 这个想法老是在缠着我 其实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生命中了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生命中了 我希望你们把这句话写在纸上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了 他只是等着你去认识他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了 他只是等着你去认识他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了 他只是等着你去认识他 一个男人在我七英亩的院子周围 铺设了一条五英尺的道路 他说为什么你不造一个鱼池呢 我说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大约十二年了 我从来也没发现我有足够的空间来造一个鱼池 他说你肯定有足够的地方 他画了一个小小的图画 我一看 嘿果然有足够的地方 最后我造了六个鱼池 一个鱼池养日本鱼 一个养年鱼 另外几个养其他的鱼 他说你还可以造一些喷泉来涉水 他还说你可以从小溪那里把活水引进这个鱼池里 我照样做了 我又问他好了 现在我挖出来这么多的泥土 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他说我们可以把它造成一座小山 在山顶上建一个凉亭 你们很多人都可能知道 我养了很多动物 我很喜欢动物 羚羊猴子甚至狮子 我们都有 他说你可以把所有的动物都摸到房子的另一边 移到小溪旁边 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坐在凉亭里 看着在房子另一边的动物 没想到那里居然变成了我家最奇妙的景观 这一下子 我甚至不愿意离开我的家了 我喜欢留在自己的家里 其实我想要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 我有七个喷泉 六个鱼池 我想说的关键其实是 那些鱼池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 我只需要把泥土挪走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陈词烂调 但是请继续听我说 那些鱼池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 我只是需要把泥土挪走 有的东西你熟视无睹 你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有些东西你熟视无睹 你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这是在淘金热潮中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淘金热中 一对年轻的夫妇卖掉他们农场 去寻找金子 后来他们在欧洲破产了 多年以后他们决定回到美国 他们借了一些钱回到美国 回到他们的故乡 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 当他们回到自己昔日的农场时 他们无法走近 因为那里有铁栏和保安 他们的小农场变成了北美洲第二大的黄金冶炼场 那会让你想自杀吗 其实他们寻找的东西 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们飘洋过海去追求的东西 就埋藏在他们房子的下面的泥土里 在生命中不被褒奖的事情将不会被庆祝 生命中任何不被庆祝的事情将不会被奖赏 任何没有奖赏的事情将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中 让我和你们快速的回顾一下 第一点要明白你的突出才华 要明白你的突出才华 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们擅长什么 因为他们总是在看着自己的缺点 有些东西是上帝给予你的 但是没有给予其他任何人的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有些东西让上帝为你的人生感到兴奋 你拥有了一些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东西 你知道自己突出的才华是什么吗 那可能是行政管理能力 激励能力 善良 耐性 我不知道你的突出才华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你的突出才华是什么 你的人生将不会因此得到奖赏 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的人生 没有因为你的与众不同而得到奖赏 更令人可惜的了 你的突出才华是令你和其他人不同的东西 记住 要为你的与众不同而庆祝 你的未来就在于你的与众不同 如果麦当劳汉堡包吃起来像温迪斯汉堡包 那我干嘛要去麦当劳呢 如果卡迪拉克汽车像丰田汽车一样 我干嘛还要买卡迪拉克汽车呢 你一定要庆幸你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上帝是创造者而不是模仿者 你的内心埋藏着一些东西 你知道你的与众不同是什么吗 你的突出才华就是你的与众不同之处 不要为你与别人的相同之处而庆祝 要为你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庆祝 你怎么才能知道你的突出才华是什么呢 你的突出才华就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 发挥的最好的那一点 在最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 你的突出才华展现的最淋漓尽致 恶劣的环境其实是一股 把你吹向你的下一季的风 那不应该是一个障碍 那是一个带你离开你的现状的浪潮 你的突出才华是你热烈去学习的东西 你也许会有五种或者六种才华 但是你愿意去不断学习研究培养的那种天赋 就是你的突出才华 第二点 你必须认识到其他人的突出才华 你必须认识到其他人的突出才华 你身边的人们有着你没有的东西 你没有的东西已经被悄悄的隐藏在你身边的人身上 而爱就是寻找宝藏的秘密地图 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以前我的一个叫做天美的年轻女孩离开了我的公司 她离开以后我打开她的门键柜抽屉里一片混乱 门键放错了 标签也贴错了 她似乎把我的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 但是她离开以后我才发现 其他的员工们像在墓地里工作那样死气沉沉 气氛愣得像冰窖一样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发现问题所在 天美的天赋是计时发挥而不是条理 她是热情的催化剂 对她来说每天都是一场派对 她一走进房间 房间里就会充满欢乐激情 她拥有其他人没有的最重要的天赋 就是活力 她一走进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会充满活力 她带来了兴奋 直到天美离开之后 我才发现我的员工是如此的沉闷 那就是她的天赋 我却没有认识到 如果你不认识到你身边的人的突出才华 你就会无法看到他们带来的不同之处 如果你不能用一个词来告诉我 你的突出才华是什么 那么你并不知道你自己的突出才华 当人们说托马斯爱迪生 你会想到发明 人们说莱特兄弟 你会想到飞机 我说亨利福特 你会想到汽车 如果你不能用一句话 告诉我你的专长是什么 那么其他的人也不会知道你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意味着没有人会向你寻求你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法 那意味着你的与众不同没有为你和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你必须明白你周围的其他人的突出才华 为什么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缺点而不是才华呢 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一件事 他曾经访问过中国 有机会和中国乒乓球队的那些英秀球手们冠军们交谈 他们这些乒乓球手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弱点 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弱点 我们着迷于发挥自己的才华 我们的特长通常可以抵消和综合我们的弱点 第三点 你们必须找到一个不寻常的导师 找到一个不寻常的导师 获得智慧有两种方法 犯错误和找导师 上帝用经验来教育那些不愿意坐在导师面前听讲的傻瓜 导师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最好的朋友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你的导师太爱你了 以致他们更希望带你离开现状 你最好的朋友不在乎你的弱点 你的导师在乎你的将来 你最好的朋友喜欢你的过去 你的导师喜欢你的成功 除非你改变你的导师 否则你不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你的导师是你通向未来的捷径 你要认识到导师的重要性 这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周末聚会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 你会在两三天里学到其他人 要花三十年才能学会的东西 我想到了那些不寻常的百万富翁们 这几天来 我们的演讲嘉宾的成功经验 加起来足足有三百年那么多 而我们可以在三天里学会那些东西 你的导师是你通向未来的桥梁 了解一个人有四种方法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去了解他们的导师 你的导师给予你的最大的礼物 就是通往新事物的道路 下一点 要发现那些不寻常的 值得你培养的人 也就是被栽培者 不寻常的值得你培养的人 有四种被栽培者 第一种是被动型的被栽培者 他们想要你帮助他们 做他们自己的工作 他们看着你 如果你去做了 他们会欢呼喝彩 第二种是寄生虫行被栽培者 他们从你身上获取获取再获取 但是他们从来不复制 第三种是理解性被栽培者 他们跟你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当他们发现自己干涸的时候 就会寻求你的帮助 如果他们找你 那肯定是他们遇到了危机 他们想要得到你所拥有的东西 而不想做你所做的事情 第四种 是有生产力的被栽培者 你如何发现一个 有生产力的被栽培者呢 我们需要被栽培者 因为我们只会记住 我们所教导的东西 所以上帝才赐予我们孩子 以便我们能够记得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你只会记得你所教导的东西 你如何使你所栽培的人 都符合你所要求的资格呢 当你周围的每一个人 都在叫喊着你 你如何去真正了解一个人呢 判断人们是否符合资格 得到你的栽培 有三种方式 第一 为了能在你的身边 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第二 当他们在你身边的时候 他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所提的问题 决定你所创造的未来 我能根据你所提出的问题 来预测你的未来 因为你只会去寻找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第三 他们会小心翼翼的呵护你们的关系吗 他们愿意为你们的关系而斗争吗 一个真正的被栽培者 会把你的敌人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敌人 下一点 要认识到你现在被要求去解决的问题 要认识到你周围最迫弃的问题 你身边最迫弃的问题会带领你离开你现在所处的季节 你身边最迫弃的问题会带领你离开你现在所处的季节 让我告诉你两三个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吧 第一 最让你愤怒的问题就是你被指引去解决的问题 请注意你的愤怒 愤怒是一种要求有一个适当的焦点的能量 除非你很讨厌你的现状 你不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在座有些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尝试把一些并不讨厌他们现状的人带进这个生意 除非你讨厌你的现状 否则你不可能摆脱它 愤怒是一种能量 请注意了 请留意是什么东西令你发怒 除非你讨厌贫穷 否则你不可能富有 如果你没小时赚六元钱就很舒服 你不会去赚更多的钱 当你处于伟大的事情之中的时候 你要看到它 当你处于伟大的事情之中的时候 你要看到它 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一所价值1200万美元的房子里 有26辆劳斯莱斯 他教给我人生最大的秘密 他对我说 迈克 当你处于伟大的事情之中的时候 你要看到它 因为你所进入的东西会留在你的生命里 伟大的事情并不是毫无缺陷的事情 而是曲线被巧妙的控制的事情 请把这一点写下来 要看到上帝用来提升你的敌人 要看到上帝用来提升你的敌人 有两条智慧的钥匙 第一 你只会因为你所遇到的敌人而被人们记住 你只会因为你所遇到的敌人而被人们记住 第二 你只会因为你所征服的敌人而获得奖赏 你的敌人是一个虚弱你对未来的热情的人或者是 你的敌人是一个导致你总是想着过去 而不是未来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敌人 上帝赐予你每一个家庭 让你准备好对付敌人 或者你能养活你的家庭 你就证明你能在将来养活自己 因为你未来的一切已经在你的房子里了 你的敌人不想毁灭你 他们只想贬义你 所以上帝给你一个家庭 让你在你的敌人之前发现自己的缺点 让我给你们三个敌人能够给你的回报 第一 敌人会促使你的生命运动起来 敌人会促使你的生命运动起来 如果没有敌人 你的现状就会变成永远 第二 敌人会暴露你的弱点 让你谦卑 就是促使你去寻找别人身上的 不寻常天赋的唯一品质 谦卑是去寻找别人身上的天赋的秘密 第三 敌人让你在一天之内 由卑微变得伟大 一个小人物跟一个大人物之间的区别 就是你决定要征服的敌人 敌人让你进步 朋友让你得到安慰 如果你问上帝你的未来在哪里 他会给你介绍一个敌人 而你决定要征服的敌人 决定着战斗的胜负 当一个敌人走进你的生活 那是你人生中最好的一天 因为你的敌人宣告着你的现状将要结束了 而你的未来即将开始 请跟我说 当我知道我的未来 我就变得快了 大声的说出来 当我知道我的未来 我就变得快了 我的时间快到了 能来到这里和你们见面 我非常高兴 我不敢相信 居然这么快就得结束了 我似乎还没开始呢 看着你旁边的人对他说 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智慧 来吧 看着旁边的人们说 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智慧 愿上帝祝福你们 能和你们在一起 实在是太棒了